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Dulu Man 我是Ian 我是Eric 我们这一条都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对金钱的看法 跟从小到大对金钱有什么价值观的差别 因为我们大家就是旅游啊 然后从小存钱或打工 开始工作 然后现在出来拍片 不管怎么样 就是人的生活中一定对金钱 就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relationship 然后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从小到大对金钱的看法是什么 对 那在聊这个绿色的东西之前 其实只有美国钱才是绿色 不一定是绿色啊 对啊你怎么这样 因为最近常常在看shark tape 你知道吗 Mr.Wonderful常常就说 I like some green OK 台湾可能是紫色 紫色的是价值最高 他说I want some green 会不会是用别的 他要 因为很多别的东西是greens 他是爱钱的 是钱的 OK Clarify一下 OK 那在聊钱之前 钱之前 当然要KB一下 就是我最近还是在练跑步嘛 对不对 然后其实我对美国的都市规划 我觉得很多事情可以抱怨 其实在台湾 大家虽然常常在抱怨交通 但我觉得美国也可以抱怨的一点就是 真的是去哪里都一定要开车 对 就我 我就在找附近 有没有操场嘛 因为可能要开始练高强度的间接跑 嗯 我找到 欸 家里附近四分钟 开车四分钟 就有一个操场 嗯 太好了 那我直接跑过去好了 那我跑跑跑 然后我开始打开我的Google Map 我看说 开车四分钟 我走路要两个小时 What 它的规划就是 你一条路可以车子开过去 但是你人不能够用走的 你一定要绕一大圈 哦 你走不容易用车的这个路线去走 对 对啊 然后就 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个Documentary 就是说 美国的都市规划是 以车子为中心 对 所以就一堆高速公路嘛 但是人要 有办法走遍都市 嗯 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靠 我觉得就是你Google 你出发前Google Map 没有把它用成人走的路线而已 没有没有没有啊 可是 你开车四分钟 对 Logically你会觉得 OK我可能走路最多30分钟 可以到得了 那是 那是要两个多小时 因为你有zoom是同一条路线 是 如果今天就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啊 它真的就是一个freeway的话 那个是不能走的 那这可能就走不到 对啊 可能我自己这边有点责任 我出门前没有看 可是我觉得这很夸张 多了一个sumption 是 不过我觉得in general 就是在suburbs 至少不要在downtown什么的话 就是其实有人行道啊什么的 还OK啦 就是不要在大街上面 跑路的话 跑路 跑路 你拿了多少钱跑路 跑步的话 我觉得还OK啦 好啦好啦 你不认同就算了 我真的还好 我真的还好 好啦 那我记得我跟钱的关系 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钱的用途啦 应该就是我小时候 我想要买零食的时候 多小的时候 反正从小就是个胖子嘛 从小就爱吃 我在想可能是幼稚园国小 然后我就说 爸爸我想要吃这个 然后我爸跟我说 不行哦 就是我们要给人家钱 然后你才可以拿这个东西 差点用抢的 对 差点就是很无辜的 抢了这个零食 OK 一开始我爸有定期给我零用钱 我记得是可能小一小二 其实就有零用钱 真的哦 然后我不知道那个时候零用钱的 对钱的观念其实还没有这么的了解 就只是说OK 我要拿东西 买东西的话 我需要给钱 对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 就比如说 我爸一个月 我记得他固定给我400块台币 OK 那我就说OK400块我不确定是多还是少 直到我到了学校 然后跟朋友聊 哎拿多少零用钱啊 然后 然后说哦 你200哦 哦 你1000哦 哦 400 然后我想说哦 OK 那大概就是400块可以买这样子的零食 然后跟别人比较400块有这样子的价值 你说小一小二就开始就是拿零用钱 我在回想到底是不是小一小二 还是就是小学的某一年级 某一年级 开始拿 然后小学跟同学之间就会对比 就是 哎 你那边多少 我那边多少 我觉得应该没有直接聊 应该是说 哎你有那个玩具耶 为什么你有 他说哦 我用零用钱买的啊 那你有多少零用钱 然后就开始开始这样聊 我会直接去说 哎我有多少零用钱 你有多少这样 OK 因为我小时候 我没有拿零用钱耶 我完全没有拿零用钱 我没有固定 应该是说我没有固定零用钱 就是如果我今天需要什么的话 我会跟我就是家人 爸爸妈妈 就说我需要这个 然后他们来评估要不要帮我买 OK 大部分的时间是这样 就是我没有拿过固定的零用钱 那是不是每次你要什么东西 大部分他们都会帮你买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而且我还记得有一次 这是一个算个蛮好笑又痛苦的回忆 就是我大概小三吧 还小四 我那时候 因为没有零用钱嘛 就是手上平常是没有办法存钱的 真的小时候只能有存钱的可能性 就只有压碎钱 就红包钱 那红包钱其实也不是入我手中 就是 爸爸妈妈会帮我开个账户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就在邮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 是用邮局的这个银行 就会在那边存里面 可是那个钱我是看不到的 只要那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可是实际上是存到你的户头吗 对对对 这是存到我的户头这样 那比我这边好一点 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多少钱 我还记得有一次小学的时候 我那个年代就很疯市区车 OK 然后就全校大家都会有市区车什么的 然后我也想要买市区车 然后我还要买一个就是轨道 因为以前我很可怜的 就是就只能到那种玩具店 然后你知道小时候玩具店 就是外面会有那种很大型的轨道 然后可能十几个小时在那边 好几个小孩在那边玩那个市区车 我在那边看 然后看大家玩就觉得很兴奋 我又想要用个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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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很贵哦 大概我还记得是三千块台币 蛮贵的吧 我觉得以小朋友来说 就是以小朋友来说 是非常的贵 可是以就是跟文具店的那种大小来 就是文具店放在外面 给大家玩的那种大小 算蛮小的 就大概一个就是四到六个人坐的 这种dining table大小的轨道 我知道我爸妈不会给我买 因为是too big of an ask 所以我就直接拿着我的那个邮局的存折 我有存折 就爸妈妈会给我 所以他就好像这是我的银行 我自己的钱在里面这样 然后就想说OK 那我里面应该有钱啦 我直接那时候真的不夸张 我忘记小三小四 就拿着我的存折去邮局 一个人 我就说 我到柜台说 阿姨我要领三千块 然后 他就说 弟弟 这是就我确定的身份 那你要带你的 你有没有带你的印章 我说 什么是印章 什么印章 我真的没有印章 什么是印章 就是印章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自己名字的一个 一个stamp就对 他跟我解释一下 就说我没有 那我回去找 然后就找了一片 就是要偷偷找 不能帮爸妈知道 找了一片之后 没找到 OK 我妈妈 我的印章在哪里 然后我妈就说 你要印章干嘛 你要干嘛 然后那一次就是 反正就是很多back and forth之后 他就发现 我要印章去 为了要取三千块钱 要买这个轨道 然后最后他就是 没有给我买 还没有给你买 那你的存折里面 确实有多于三千吗 其实我不确定 应该有 我觉得应该有 因为那个柜台阿姨 才不会直接先跟我说 你其实没有钱 可能是有钱 只是 就是没有印章 存给爸的零 对 那至少还好 你爸妈确实有把红包 存到你的存折里面 对啊 听起来是 我这边没有 那因为你要自己存啊 你一个月四百 不是 过年的时候有红包 对 我妈就说 我帮你收起来哦 那我就从此 没看到他们了 他们就是会帮我收起来 我知道他们用图示 就是他们帮你收起来 然后每个月花一部分给你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是这样子给你 他没有吗 你觉得另外的钱是另外的 我妈的理论是 我们会有红包 是因为她要帮红包给其他的小孩 所以就是一个理算往来的一个 其实以家长的心态 这样是蛮合理的啦 是 对啊 以后我们当家长 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是 就我们自己小孩收钱 我们要给别人的小孩钱 对 那这个transaction不是应该 我当这个中间商嘛 对 都是金有我手嘛 是 合理啦 对啦 可是我蛮嫉妒就是 小朋友 有零用钱这件事情 你可以做很多事耶 嗯 我觉得有话有话耶 怎么说 你知道小时候觉得 自己财富自由嘛 你财富自由 应该是400块财富自由啊 其实是 我觉得是耶 因为那时候400块 其实可以花很多东西 对很多 那其实我大部分很多 都是花在零食上面 所以你知道吃成现在这个 可是你三餐 应该已经不是用400块来花了 对不对 你三餐早中晚餐 应该已经是另外有prepaid plan 而且我不是一天400 对对对 我忘了是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400 那一个礼拜是吧 应该不是一个礼拜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那应该是一个月 要花多少 不是 反正我记得我爸 他关于这点他很有原则 我觉得很有原则 我觉得很棒 他时间到了 我忘了他是每个月1号还是哪一天 他就是钱会自动放在桌上 然后自己会出现 Wow 然后我就知道是我爸 跟我的李永浅 Wow 那你跟你姐的 李永浅的那个数目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还是稍微多一点 我记得国小的时候 好像就是一个月400 然后国中的时候变一个月1,000 Damn You got a promotion 真的 got a promotion 就年纪变大 你是因为有要更多 还是他觉得啊 你都到了学生时代的另外一个阶段 我应该给你更多 我没有主动摇 而且我觉得 其实我的物欲应该没那么高 我觉得小朋友就是喜欢玩具 我就是想要买玩具 对嘛 所以你会想要买玩具 除此之外 其实所有小朋友好像都这样 多多小玩具 对 电动啊 那时候应该开始玩电动啊 开始玩电动 Gameboy啊 对 可是那真的太贵了买不起 哦 就是Gameboy 或者是PS3 哦 PS2 那个时候PS2 我记得是到我高中 嗯 才 才有办法买的 我记得 那个国小的周到朋友都有了 然后我都还没有 OK 哇塞 你们台北人想 就是很小什么都有 我觉得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我们那时候在玩什么 在玩那个格斗机 你知道吗 格斗机 然后他自己在一个 怪兽对打机 怪兽对打机 可是他第一代不叫做那个 他叫做 他就什么什么机 三个字 电子机 电子机 对对对 电子机 不能打了就养了 对养了 就我那是第一次接触 就是玩电子机这样 而且也不是 我那个也都买不起哦 我都要跟朋友借 然后借我带回家几天 我想几天 然后再还给他 然后还给他 对对对 要给足迹 很可怜 哇 那你 那你零用钱那个时候是 有存吗 还是没存 基本上你就是月光组 我其实也没月光 我大部分我会存起来 OK 但是就是有这个 怎么讲 想要买东西 就好像可以买的 这个感觉 OK 对 其实是蛮spoiled 蛮爽的啊 就是你都存起来 你真的有什么想要花稍微多一点的 其实你想要都 其实可以有 嗯哼 都还还不错啊 这样 就是不要太贵的东西 对 都可以啦 OK OK 是 爽 小爽我觉得 小爽 对啊那我觉得就是小时候 其实基本上要靠零用钱 嗯嗯 嗯 我其实也是到大学 才真的打工去赚钱 诶你高中的时候还有拿吗 我高中 在美国的时候 我其实到美国就没有在拿了 就没有拿了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是 住在家里嘛 然后所有开销都是家 家人帮我 这没什么好花的 对确实是没什么好花的 而且在美国 因为我没有车 对 我哪里都去不了 我连想要买零食都没办法买 就 就很麻烦 而且台湾有 那个福利社这个东西 就是其实台湾福利社 很多东西可以买 嗯 可是我想美国好像没有什么 福利社 美国 有 有同学 有同学 他们会 他们会 美国真的学生很爱 很会做生意 他们会去Costco 买一大箱那种 什么Snickers啊 KidKat Capri Sun 然后他可能 他可能入价一个才50cent 他卖你一个卖两块钱 所以你买这种东西 就要跟同学买 好强哦 很强 所以你就是 你那边也没有福利社 因为我这边也没有 可是你那边有 同学在买一些 在二手高价卖一些东西 哇塞 他现在在干嘛 哇好奇哦 他应该在坐牢 哈哈哈哈 高中卖糖果 然后可能毕业又开始卖毒品 哦 OK OK Oh my god 所以你高中跟我一样了 就是也没有拿来利用钱 然后就大学 大学你就开始打工了 我大学 才开始打工 才开始打工 因为我觉得周遭的一些人 可能高中大 我就是是大一大二开始打工 我是大三 才打工 其实我打工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要有一些工作的经验 嗯 那我当时就是在博客来当中文小老师 那是你 有史以来第一份工哦 有史以来第一份工 不是你小时候不是有跟我说 你当过Tutor啊什么的 Tutor就是大学的时候当Tutor 哦就是大学的时候当Tutor 对对对对 哦OK 那我可能高中当Tutor 那是没有钱的 就是Math Club 那你是Tutor谁 Math Club是Tutor谁 Tutor一些 就是下课需要数学 需要帮忙的一些同学 哦所以同辈的同学 同辈同学 哦OK 不是晚辈 懂懂懂 所以我是到大学的时候当中文小老师 然后那是有钱拿的 老实说是pretty late pretty late into the work field 你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打工 对我 真的打工哦 其实小时候就是不算打工啊 就是会常常跟我爸就是要一些工作 然后我刚才要钱这样 嗯可以这样 可以啊 可以这样 自己开价啊 自己开价啊 没有啦 不是自己开价 就是他来开价 比如说mowing the lawn啊 或者是我帮我爸洗车啊 给我五块钱美金啊 什么的 哦所以你是说 这些小东西 爸我需要一些钱 那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哎好 我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是反过来 我爸会 哦他用钱来 child labor我 真的吗 对对对对 然后我会觉得说 哦可以赚钱耶 好棒哦 然后也是 就是爸爸的身份嘛 他想要做我事 就是可能make him proud啦 然后可以拿点钱 我觉得就是win win 可是我觉得认真 开始就算自己打工 应该是 算美国的system 算like sophomore year 嗯 啊 junior year吧 sophomore year或 junior year 就在打工了 然后我还记得 高中其实我打蛮多工的 就是因为我在网球队 然后我那时候 在打网球 我知道网球拍 其实常打的话 会蛮长断的 嗯 大概两到三个礼拜 如果每天打的话 两到三个礼拜 就会断一次线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哇靠都是太花钱 我直接买一个 专线的机器 嗯 然后就会自己开始专线 然后 我也帮我全队的 就是 想要专线的人 就是我也 我也帮他们专 因为你出去 给专业的专线 就是 只算labor而已 一次大概 15到20块 嗯 美金 然后给我专的话 10块 所以大家就ok 可能他们也是想说 就是 help a local business 对 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专 然后其实那时候 business还不错 就是因为全校的这个 网球队人也蛮多的 可能有三四十个人 你有没有算 你总共 透过那样的方式 赚多少钱 哦 我一个礼拜应该 有办法赚 四到五支球拍 然后 not bad yeah it's not bad 然后 而且线我也会帮他们买 就是 因为大家会买 一个set 一个set的线 一般人就是去专线的话 就是买一条线 然后加工的钱 然后我是 你这边给我10块工 然后你 我这边有很多捆 我是买那种一捆的 然后一捆可以 赚大概可能 50支球拍 嗯 所以我买那个会比较便宜 然后我就会charge 你要好一点的线 我就算可能 多十块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线 就多五块 反正都会比外面便宜 所以限加工 就是一次可能会赚到 13 14块 一支球拍这样 nice 反正就是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高中 我还要去 其实网球类型的 就打了很多工啦 就是透过暑假 因为暑假会有那种 summer camp 的网球的camp 然后我会去当 assistant coach ok 因为coach 刚好是网球队的coach 然后他就叫我去当他的assistant 然后我还去了 冰冰举落 如果大家不知道 冰冰举落的话 它是一个饮料店 我不知道现在台湾还有没有 你这是白冰冰开的吗 对原本在台湾 是白冰冰开的 可是他们 就是franchise 到美国加州的时候 他就那个好像 然后跟白冰冰没有关系 不过也是做一样的 类型的饮料啦 然后打了那个工 然后我还打了 一个很奇怪的工就是 呃 我有一次有一个教练 也是教练 不一样的教练 然后他 要去一个like a three month vacation 然后每个礼拜六 就去他家教他的花 嗯 就开车大概开20分钟到他家 然后前院后院 他院子超大的 然后前面后院全部教完大概教一次30到40分钟 嗯 然后他他都很很小心哦 他有第一次教我怎么教哦 他每一个plan 哦 这边要停留多久 这边要停留多久 嗯 然后这样子 就要前后院 然后每一次去他好像给我十五块吧还是多少 十五 一个小时内可以完工 yeah it's pretty good 因为那时候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 minimum wage大概是一个小时八块 八九块这个年代 所以那时候就哦 我去一次可以赚到四五块 我觉得哦很爽 虽然要开车去啦 然后来回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工是 真的打很多工耶 哈哈哈 打很多工 呃高中的时候其实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summer camp吧 就是一个是那边我刚讲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教我自己当一个tennis coach 然后教一对一或一对二的比较小的朋友 可能是国小或国中的那种刚开始学的初学者 嗯 然后会去公园教他们打球 哦那个就比较好赚 嗯 当网球教练 若是正规的 就是很专业的教练 嗯 那个年代一个小时大概五十块 嗯 哦好贵 很贵 嗯 然后我一个小时二十块 OK OK吧 对不对 教小朋友 对啊 因为小朋友你超强教练 或是我那时候那个等级的我这种选手 嗯 其实交很小的朋友其实差不多嘛 是是是 啊家长只是想 反正都是时间 他们只要来 他们就是 让他们drain out他们的energy 然后跑一跑啊 然后用一些drill就可以了 那你那个时候打那么多份工 是你需要这些钱 还是你就是想找事情做 没有我觉得就想找事情做耶 就是我觉得待在家里太无聊了 然后想要充实自己的生活 所以其实当时生活的开销就还是家人帮忙 然后你就是 那些打工就是 哦累积一些工作经验 找事情做 就是一般生活开销 但还是家人帮忙 可是比如说我今天 呃比如说高中 呃Junior year开始就可以开车了 那些我自己开车的有钱啊 就一定就是自己cover OK 然后去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就是我今天如果不在家吃 嗯 我就是花自己的钱 OK 我今天在家吃就是 就是家人如果准备有那个晚餐中餐的话 就是吃家里 OK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比较多freedom 就不会说啊我现在 想跟朋友出去吃饭 可是我现在没钱 那就不吃了这样 对我也差不多 就是我大三当那个中文小老师那份工 嗯 其实也不是为了钱 主要就是为了累积自己的经验 那大学都要毕业了 我还没有工作的经验 Yeah 所以就是找到这个机会就去试试看 那那时候你记得赚多少吗 哦其实 当中文小老师 不少一个小时 15块5 还不错耶 很多 我觉得当时很多其他同侪在大学打工 他们都是12块 Yeah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中文小老师就是很赚 因为很缺吗 我不确定 这个老师很缺吗 我不确定 反正就是我刚好有一个朋友 嗯 好朋友他也是当中文小老师 然后他推荐我 Yeah 哇靠你怎么可以赚 一个小时15块5 然后我就OK 那我又来试试看 哇哦 那你是教一个人的还是那种一堂 呃班级的就要班级的 哦一堂呢 我还需要帮忙改作业 就他们会要录音 因为其实 中文要当作第二语言学的话 最难的就是那个音调 哦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嘛 对 然后外国人他们最需要帮忙的就是 就是他们的声调 所以我常常听他们的录音 然后帮他们纠正 他们的功课是要录音 他们要录音 对那我开始听录音 就说 我的名字是 哈哈哈 艾瑞克 哈哈哈 然后整个F 所以有时候改的时候会笑出来 因为因为音调的不同讲出来的东西 他的意思会很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就算有趣的一份工了 当时那份工就是我拿到薪水 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 你有感觉 虽然他对我来说是不少的钱 是 可是因为我大一我大学开始 我就有scholarship 嗯 然后scholarship 我觉得那真的不错 我高中不知道是 中乐透还怎样 反正我申请到scholarship 然后scholarship 然后我一个月可以拿500块美金 多的给你哦 就是有500块的stipend 哇 他就直接汇到我的银行 哇 我觉得这个人设一帆风顺啊 对反正这个奖学金 这奖学金真的很强 所以就是最后我 我打了第一份工 然后有 比如说拿到第一份薪水 对 其实说哦 我开始有点独裂感的自己赚钱 可是对我来说 好像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受到影响 yeah yeah 我不知道你打完第一份工 然后真的拿到第一份零用钱 靠自己赚的 你把他拿来做什么 其实我之后在大学打的工 跟高中打的工就是差不多 就是 当然我觉得学费 当然还是要工就是家人出 可是我的生活开销我可以算独立 嗯 算生活开销的部分经济独立 嗯 然后就不会有给我太多的压力 是 嗯 也没有特别说哦 拿去庆祝什么的 可是我记得我第一次 正是就毕业的第一份工 嗯 我去西雅图上班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我从小到大就觉得 哦 未来工作的时候 就是 第一份薪水 就是我要给我爸妈 嗯 然后我 孝顺 对啊 我真的就是第一份薪水 对 第一张check 就是100% 我一 就一毛都没有留 我就是全额 给我爸妈 当一个 当一个就是 孝敬 token of appreciation 就是哎 我已经 完全离开学业了 我准备好离开你们了 我早就离开他们了 没有对啊 我真的大学的时候 就是他们就回台湾了 所以我们已经就是分隔两地很久了 只是 去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身份的转变嘛 就是 就是谢谢你们的 就是培养跟 栽培 就是我已经离开学校了 也不用你们这支出任何的 学费也好 房租也好 什么都不用 就是 就是一个 证明自己 完全经济 独立的 一个开始的 嗯 token 然后就全部给他们 嗯 很棒耶 我好像只请我家人吃个饭 吃个饭 也可以啊 就是也是一个 sign of appreciation 是是是 那吃个 吃什么 是吃麦当劳吗 应该是大餐啊 应该是麦当劳啊 吃大餐 呃 就是我打工的那个不算 对 打工的不算 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 第一个正职 对啊 然后好像拿到offer的时候 就还没还没拿到薪水的时候 我就请他们吃饭 诶 我应该是用自己的钱请啊 所以都还没有 我用他们的钱 用他们的你用钱 存下来请他们吃饭 对啊 OK 那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是啦 那你后面就是开始赚钱的时候 你有对钱这个东西越来越 有比如说存钱的概念 或者是投资的概念之类的吗 有 我记得反正大学毕业 因为其实最大的一个开销是房租嘛 嗯 那因为我住家里 所以我没有这个大的开销 那我其他的开销就是 注意吃饭 然后买车子 嗯 车子那个每个月定期要付 我记得四五百块 就是也是不少 然后就开始有这些比较大的支出的时候 我就开始比较省 嗯 然后我其实会去计算说 OK我一个月这么多的收入 我几%的钱要拿去存 然后几%的存拿去投资 嗯 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投资 嗯 其实我算是一个怕风险的人嘛 然后就是我试买了一张 股票 哇靠 啊就直接跌了 直接变half off 就是少了50% 钱就消失了 哇靠我辛苦赚的钱就想消失 对 那其实也是后来才学到说 投资是要看比较长期的嘛 嗯 然后其实当下我也决定投资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最有风险的东西 就是不去承担任何风险 嗯 那其实投资就是一个层面 它是有风险 但你不去投资的话 你的风险更大 对 因为其实通膨啊等等就是会把你存的钱的那个价值把它变得越来越低 是 嗯 所以对啊我就是每个月 也不是每个月啊就是 比如说一个一个工作我大概知道我的未来六个月一年的收入是这个样子 然后大概可以去预测我的开销的这些 然后去做一些规划 对 我是会这样这样去做 所以就是有开始有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去 清楚知道自己的spending是多少 然后每个月可以存多少 然后存的部分有更 mindful的去去规划投资这样 对就是会在金钱上面会比较独立一点 因为之前就是吃家里喝家里的 然后很多开销 可能一些我自己出的大部分都是家人出 对对对对对 就那个时候比较没有什么观念 OKOK 你呢 我觉得我这边刚开始也没有什么投资或存钱的概念 嗯 就是其实刚出社会的我就是只要我知道不是in debt 不是就是不知道下一口饭或下一餐怎么出现 嗯 我没有特别的去在意说哦 我现在就是赚譬如说一千块 然后我每个月开销八百块 我上我三两百块 嗯 就是我没有这个概念完全没有 我只知道我花的钱比我赚的钱还要少就好OK 那我就继续生活这样就刚开始 我觉得大概可能一两年都是这样就出社会的一两年就是这样 然后没有特别去存 可是有存一点因为我的支出就是比赚的还要少 所以就是一点无意识的在累积你的财富对就是你没特别说我一个月要存多少钱对 然后就反正就是可能你赚的就很多嘛 然后要一个月全部花光其实是很困难的 也没有到那么多啦 其实没有那么多 其实我出社会的时候我的pay是跟我的peers来比 就同辈份的来比我是算少的 嗯 那时候我记得第一份工作我的pay才annual salary才五万七吧 嗯 五万其实很少耶 我第一份好像差不多 对啊 可是我是engineering毕业的 嗯 就是会觉得啊 engineering应该是不是应该多一点 嗯 可是我觉得好处是我第一份工作根本就没有 我去Seattle的时候没有付到房租 算 哦公司付房租 就我我住corporate housing 因为我是算被relocate过去的 然后corporate housing的用意就是 哦他们会在那边就是有一个公司的房子让你住 然后住到你找到房子为主 OK 为止 那你那你一直不找的话呢 我就一直不找 靠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 我跟你讲不是因为我一直不找 因为我去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出差了 哦 没时间找 没时间找 这个我觉得之后也可以录一大集跟大家分享 我就开始出差 反正我就去中国大陆那边就是去了好几个月 嗯 然后中间去去回回啦就回来 然后可能两个到我要走 然后去了一两个月又回来几个礼拜这样 反正就也没时间找 然后我们老板也很understanding 就哦用back for a couple weeks 可能还没有时间 没关系没关系 你就住 你不用骑 没关系 啊我就真的没有骑 就在那边住了半年 真的半年直到我辞职 我才搬走 哦 然后那corporate housing就是看每两个礼拜 就会是心血进来 然后他们又搬到自己住的地方 心血进来 结果你变房东了 我后面还发那个 我们的老板那个除草 因为那个房子基本上是我在雇 哦 对啊 反正那边就是房租真的有省到 然后我到矽谷 下一份工作到矽谷的时候才开始 就是真的付房租 然后付房租确实就开始会 哦 一部分的薪水要给房租了 一部分还可以支撑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工作了好几年之后 才会开始觉得 OK我这样到底一个月 到底花多 因为有时候你 比如说订阅很多subscription Netflix啊 Spotify啊 什么的 每个月就是一块 Dudu Man的会员频道 免费哦 会员频道要付一点点 一个礼拜大概一杯到两杯奶茶而已 请我们喝饮料 看你有没有加增值 对对对 直接支入我的频道 对 Anyway就是有一些那种小subscription 你不知道 你就会忘记它 你不会去特别说 哦我真的有没有在用这些services 不太确定 所以你是会忘记的 这些东西 我刚开始会 就是刚开始就是还没有这么的正视我的 我的这个income跟expenses的时候 我觉得哦反正我是有办法活的 我就哦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想要看Netflix我想什么 我就是为了我自己方便 为了我自己的生活 哦我想要 我就拿 可是我也不会over spend 我不会让自己说我一定要 买超好或超昂贵的东西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心里是想要的 我就会去去买 所以你不会就是特别节省或者是特别回货 对我不会特别节省 不会特别回货 我觉得我也是这样 因为可能我太注重每个东西的CP值 因为像你刚刚说的 你每个月的subscription 如果你没有在用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它就是没有CP值的 它的价值就是零 我没在用的话 我会马上把它cancel掉 我完全不会忘记cancel 你不会忘记哦 我不会忘记 跟你没在用可能就是 你是慢慢的没有在用 慢慢的没有在用 对忘记就是这个需要这个东西 那如果这个东西我会慢慢的不用的话 对我来说它就是没价值 它一开始我可能就不会订阅 哦 所以你现在每一个订阅东西就是都有在用 我觉得我唯一一个 这是我很有意识知道是 我有在订阅 但是我知道没在用 但是又不去cancel一个东西 我现在也很苦恼 哈哈 说 就是meditation app 哦 我183了 183了 对对对 就是 因为就是冥想是好的嘛 我很想要养成这个习惯 然后其实订阅这东西就想逼自己去做 因为我这个人要追求CP值高 然后我知道我的个性 如果有钱花了我 我会更有动力去就是 执行 就像gymembership一样 对对其实就是那个 对 可是gym不一样 gym我sign up的话 我每天去去报他 就是 我不是 哈哈哈哈 如果你开健身法 你最好不要让我当一个会员 我也是 我也是 真的 没有因为meditation 我为什么sign down 因为我觉得meditation 我也是就是跟你一样嘛 sign in了 就是付了一年 是 然后我就是前面有在听 有在利用他 我发现后面 因为我自己可以 嗯 来meditate 然后 有一些guided meditation 其实youtube啊 或其他的免费平台也有 我就觉得哦 好像可以自己啦 yeah 对啊 anyways 整体上 我觉得我算节俭的人 嗯 然后其实如果这个东西 他对我的价值够多的话 我也是愿意花钱 嗯 那可是整体上我的物欲 没有很高 那你觉得这辈子花最多钱的 就是炸下去的钱 是 炸下去 你说只光看价值 就是这个金钱的 他的标价 标价 或者是什么 是车吗 反正我没有房子嘛 对不对 所以应该就是车子 是车子 那你的应该就是房子吗 我的 我的应该就是房子 啊第二个就是车子 是 应该大家的标 就答案应该都差不多啦 我房有车 跟车子 现在应该是女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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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还有那一只 那一只 哦 那一只不便宜啊那一只 哈哈哈哈 怎样 你说几个妹子 没有没有 我就只有一个啦 所以没那么贵 没有没有 没有 我觉得知道自己的金钱关很重要 但是就是你周遭人的金钱关 如果跟你有冲突的话 其实就是会常常吵架嘛 嗯 不知道你跟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 有没有金钱关上面的一些冲突或者不一样 哦 我先讲一个我家人好了 就是我爸跟我的金钱关就蛮差蛮多的 嗯 然后 这是金钱关吗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有一次 我忘记是父亲节还是他生日了 我买一个就是全新的iPad给他 嗯 我的 expectation是他很开心 然后谢谢你啊 然后他会教他怎么用什么的 他就说 不要 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回去退 哦 不要花钱 哦 他就不希望我花钱 可是我觉得我花钱是因为我觉得 哎 我有能力可以给你一个礼物 有心意 对对对 然后我就希望可以 这个礼物可以让你就是过得更好 或更开心 嗯 可是他就是觉得不要不要 你拿去退掉 然后就 哎 就是 我想要就是花点钱 就我在我能力范围内花点钱 就是犒赏一下你 孝顺一下你 可是他就 觉得对他来讲他不喜欢这样子的方式 哦 我就觉得啊好吧 那那算 哎我妈跟你爸一样 哦真的哦 对我妈算 非常节俭 然后就常常 比如说母亲节 或者他生日 送他一个iPad 确实真的就是iPad 呀 每次送给他 怎么又是iPad 真的哦 家长都不喜欢iPad 没关系啊 送给他 他说 啊没关系啦 这个新的你用我拿你旧的就好 然后连续好几年 我帮他拿新的iPad 最终变成我自己换新的iPad 哦 所以后面其实已经变成 你知道你自己要 你知道自己要 到的时候我就趁母亲节 母亲节 对对对对 反正心意到了 然后自己也可以拿去改盘 对对对 还不错 那其实我 我爸跟我妈 他们的金钱观 也有一点点冲突 我妈很节慎 然后我爸是 他他也不会挥霍 可是他有时候想要东西的时候 他就不会手软 所以常常他们因为金钱观 就是有一点小冲突 我觉得我跟你爸一样耶 就是我平常算一个比较节俭的 我觉得我不会花大钱 我不会就是买名牌 或高级的东西 或甚至花很多钱在美食上 这我不会 可是我自己觉得 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 然后我真的就算他很贵 我会想办法就是买他 就得到他 就是少数啊 就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有些男生 或有些人会这样子 就是平常不会花钱 可是要花钱的时候 不会手软 你不会看价钱 你直接花的那种 我还是会看价钱 还是会换 对对对 你都看一下 还是可以看一下 可是就是 可能看到价钱 不会让你有太多就是动摇 我真的就是要那种感觉 我可能就是 我知道我要这项东西 我还是会考虑到他的CP值 就in the market 他是不是CP值最高的 哦 这个我还是会 你调查一下这个东西 如果在别的地方买 一样的东西 会不会别的地方买比较便宜 是是是 可是要看到另外一个地方 有多不方便又多麻烦 如果真的太麻烦 我就是可能多花一点钱 yeah 对那我女友 我觉得大部分金钱观 是跟我差不多 就有一点 我现在还在适应的 还在适应 还在适应 帅弟弟 我不知道他听到会怎样 哈哈哈哈 其实不会怎样 就是 因为他他假期很少 所以他每次有假日出去玩的时候 他希望住很好的地方 嗯 嗯 OK 我 我帮他解释一下 OK OK 如果是 你不要流汗 我现在感觉旁边有滴汗流下来 我帮他解释一下 OK 如果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嗯 好了 比如说Costa Rica 他那个住宿非常的特别 他 愿意花 五六百美金 住那个地方 可是我 比较没办法 get over 就是 OK 我们花那么多钱了 我们要好好享受他们的Amenities 好好在那边享受 你要提高住的那边的CP值 我要提高花这个五六百块的CP值 好好利用嘛 是 好好享受都花这钱 可是 因为他价少时间又少 他就是OK 那我要住这个很棒很有特色的Airbnb之外 我还要一直往外跑 嗯 我要去很多地方去很多地方 然后到最后就是 我们真的在这个住宿的时间很少 很少 对 可是如果这个地方他的住宿没有什么特别的 啊 比如说 我真的举一个例子 在Seattle 嗯 我不晓 因为那是我订的饭店嘛 我就找CP值高的 嗯 然后 然后没什么特色 反正就是很随便的一个饭店 OKOK 诶 我们开门进去 啊怎么没厕所 这个 这个 怎么没厕所 然后 我说哇靠 这是一个Dorm Style 很像一个Hostel 你有自己的房间 然后 你要到就是走廊 就是走到底 然后有个厕所 大家共用厕所 其实后来发现他是 本来是一个Dorm 然后被改造成Hotel 然后是 呃 那个管理员 他给错钥匙 我们不应该住那边的 我们应该住是有厕所的房间 哦 所以你没订错 只是他给 我没订错 OK 可是就是 在那种地方 他住那种地方也是OK的 嗯 就是对他来说只要干净就好 是 但是如果是到那种 很有特色的那种住宿的地方 就是他不会手软 懂 然后 对我来说是 诶 都花钱了 为什么不都在那边 然后 就是有时候会跟他有一些小讨论 然后小讨论 小讨论 我可以理解啦 有些地方就是比较exotic 然后这种style的饭店 嗯 或住宿 只有这个地方有 才有办法体验到 就想 对 我去别的地方不是去个Hilton 或 或Maria 就可以体验的东西 就想要弄一下 对啊 那为了挽回我的命 我要讲就是 一部分的我也是很感激的 哦 你知道 因为如果真的我全部自己决定住哪里 我永远不会花那钱去去住那些地方 啊 确实有些住宿 就凡钱已经花了 哎 好酷哦 对对对 有自己的温泉 哦 五六百块一定要很酷的 反正当下就是 反正钱已经花了 然后我就想 OK 那你这样子会不会觉得说 啊 这个CP值没有到五六百块 有一些会 有一些会 那有些他自己也会承认 就说 哇 这个怎么会那么贵 就是 it's not even worth it OK OK 我觉得我跟我女朋友大致上的 的这个金钱观还蛮接近的 所以我也蛮庆幸的 就是 其实我们就是 都还蛮蛮 就能省就省 嗯 然后去一些玩的地方 只要干净就好 嗯 就目前我跟他去一些地方玩 他也没有在 特别追求说 哦 我们要出一个很酷的Airbnb 然后要长什么样 比如我就说 哦 就是CP值 就是三星饭店啊 或者是 干净的Airbnb 就是 至少看起来就是不会觉得 好像这里面会就是 中什么样疾病 哦 就 不要有什么虫啊 对对对 恶心的头发什么 对 然后就是一边 基本的啦 就是什么 要Hot Shower啊 然后 Prefer 就Private Bathroom 就有时候Airbnb 是Share Bathroom 所以Prefer Private Bathroom 然后 至少枕头被子看起来是干净的 嗯 那大概就好 对 对啊 反正听起来你跟你女友 是蛮适合一起旅行的 目前 看起来是蛮适合 对啊 那除了旅行以外的 你们的金钱观也是 就是蛮类似的 对啊 就是我们吃饭 或者是平常的生活消费 也是能省着 能省 其实 其实我 我女朋友不知道 听她这会不会怎么样 哈哈哈 我还开始流汗了 那你先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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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她现在 就是我听她说啦 她以前比如说大学 或刚住社会的时候 那时候我当然不认识她 可是她那时候就是 会比较 花比较多钱 就是很注重生活的 品质 品质跟效率 比如说到哪里要做Uber 哦 然后 就是要住在就是 Downtown市中心 然后最好的地方 什么的 可是她现在也不会这样 就是其实她在跟我回台湾 我们就是一起坐公车 一起坐捷运 然后 她也跟我分享啊 她就是这个 金钱观的转变 嗯 蛮多的 然后到她现在也是 跟她以前也是不一样的 嗯 很好 欸欸啊 只是她过去 对 可能她开始工作以后 知道钱不好赚 对不好赚 欸欸欸欸 说要省钱 欸要省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觉得 金钱观就是跟 很多观念一样啦 我觉得是一个从小 你就要 有意识的东西 可能刚开始你可能没有 那么有意思 可是我觉得你周遭的环境 跟你associate的朋友圈 跟家人的 跟你讲的东西 跟家人的消费方式 我觉得对 对你都会有 多少都会有影响 所以 我自己的看法是 就是 就我常讲啦 You're the average of 5 of your closest friends 我觉得就是任何观念 都一样 你跟什么样的人 最常相处在一起 你看他们怎么样spend的 他们怎么样save的 就会影响 你自己怎么save 怎么spend 所以 我觉得 对啊 我觉得就是要 be careful be aware of who you hang out with 对啊 那我觉得没有 对或错 因为钱 就是你自己嘛 不管是你自己辛苦钱赚下来的 或者是 平常零用金 收到的 然后或者是 有意外之财 这都是你自己的钱 你想要做怎么决定 就是你自己做决定 不过希望 就是你 你自己处理这个钱的时候 是你用你自己 不能说开心 but consciously 你很conscious的在 处理 钱 spending saving investing 就是你自己知道 你每一块钱去 去哪一个地方 我觉得很重要 呀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 很多人 跟钱的这个关系 有些是很不健康的 有些人可能太在乎钱 有些人太不在乎钱 所以 就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 就是万万不能 然后像燕说的 你跟这个金钱 要有一个良好的关系 良好的关系 对 好了 那就祝大家发大财 好 发财 发财 好 那我们这一集就 先到这边 拜拜 拜拜 好 现在到我们QA的环节 第一个留言是 Miu Yang4 选我 选我 一开始会看你们的影片 是从苹果工程师 和精算师辞职的那集 开始注意到 那是因为正在准备 高考私利陷入低潮 但因为看到你的影片 而继续有了信心 然后在一个礼拜内 追完你们所有的影片 对Eric考完精算师执照后 辞职有所同感 因考上高考后 反而没有得到想要中的快乐 所以花了一段时间 去NYC 沉淀一下自己 现在正为了去 读美国JD而努力中 另外想请问 Eric And Ian 有没有认识 正在美国念JD 或是Practice Law的呢 没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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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边都没有学法律的耶 我身边都没有 我们这个泡泡里面 都是工程师们 对啊 我真的 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建议耶 对啊 不过很开心 我们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然后去 纽约看看的时候 相信 见到四面之后 给了自己不同的想法 那加油 加油加油 好 那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Ryan0205 可以分享一些自己觉得不错的生活小习惯吗 感觉自己生活很没动力 常常有想法但实践不了 想参考一些你们在生活上的习惯 让自己生活更丰富更充实 我觉得以前的我会有一些小小的habit 就是让我自己身心健康 但现在对我来说就是 我有这些时间的时候 我就要拿来休息 所以我很多小habit 反而就不会去执行了 这是我现在 你的休息就是你的habit啦 I guess you're building into it 小习惯 是 那你现在的这个小习惯 或者休息都在干嘛 嗯 就是跟亲朋好友交流 或者是看YouTube 那有时候YouTube看着看着想说 诶这影片做得不错 怎么样我们影片也可以这样子 所以就开始进入到工作模式 嗯 是啊 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放空 冥想 yeah 我我有没有什么生活小习惯喔 我现在 因为不是说现在啦 就是已经有进行几个月啦 我时不时睡觉前会 算是一种冥想吧 就是想 我今天grateful的是什么 哦 You know three things that you're grateful for 嗯 然后 不要每天 因为为什么要每天做 你不能每天都讲 哦 我好开心 我今天身体健康 嗯 我好开心 我家人都健康 然后都在 我爱人都在我旁边 这些就是 没什么好讲的 嗯 我觉得就是要更detail一点 要细到 每时候讲这个的话 你就会觉得好像你 你好像只有grateful for 一样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人生中 你24hours 有太多东西可以 be grateful about 嗯 哇很小东西都可以 哦今天 I don't know grateful我今天就是真的 我在写这个 功课的时候 嗯 都都没有人来就是打扰我 也是something to be grateful about 或者是你今天写功课的时候 有人来打扰我 但是跟他聊的话题 让我好开心 很开心 我今天买早餐的时候 oh grateful 今天就是 有一个小确幸 可能 老板娘有送我一个饮料 还是叫我一声帅哥 之类的 grateful 小东西啊 我觉得这种小东西 就是会让你更 用放大镜看自己 每一天 其实是有很美好的东西 在发生的 嗯 不错 不错的小习惯 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Clear克莱尔 我是克莱尔 我是从Podcast认识的DuduMan的 哇 随后也去观看 从前的YouTube影片 觉得有趣很丰富 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希望可以分享正面的能量 恐惧这篇主题真的是太有感 近期我的计划 是一个人到爱尔兰打工读书 从来没有去过欧美国家的我 独自飞到如此遥远的地方 是跳脱舒适圈的地步 但随着时间倒数 心理焦虑到一个不行 就像本集提到的重点之一 因为没有尝试过 对这个国家文化不了解 所以害怕不安 完全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想请问EanErik第一次 一个人到新的国家的挑战 语言对两位来说已经不是问题 除此之外 是否有遇到困境值的分享 当下是怎么解决呢 例如许多人都说到欧洲要保护好钱财 或是如何克服耐得住寂寞 by the way第一次留言献给两位 如果有被念到真的是非常之荣幸 哇哦其实我们到很多国家旅游 跟这些国家旅游遇到的一些困境 或者是一些意外 我们会在Podcast上面做一个整集的分享 是是是 我觉得这些意外都是人生的历练 都是一些记忆点 对啊 就是有了这些意外 可以让这个旅程更加的丰富 我现在是想不到什么 会让我觉得很很崩溃到说 啊为什么我在这里 然后刚才离开的 我是目前是没有 对目前是都还没有 反正到一个新的地方 当然多多少少都有一部分的恐惧 可是尽量去放大你的excitement 我觉得比较重要 就是be open minded 这是新的地方 然后你再be a sponge 去吸收所有街道 去吸收这边的味道 然后menu上面的语言啊 大家怎么行为之举 沟通的body language 我觉得都是全部都可以吸收进去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冲击 然后都是养分 对啊我觉得最主要 就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然后你的expectation 就是任何事都会发生 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 那你就全盘接受 然后如果是很不幸是不好的事情的话 你就当下去解决 那对你来说这也是学习的经验 嗯哼 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Angel0451 五星好评加上QA Hello Eric 你们的Podcast真的是太真实太好笑 很支持你们 请不要放弃频道和自我 Keep doing is not a slogan It's a mindset 会一直支持你们 我的QA是 当你陷入在一个不是舒服的舒适圈内 到底该不该跳脱出来 但又害怕被 只有我不会念 被 歌法 打法 被 讨伐 不够负责 或是太自私 好比说你的原生家庭 或是婚姻状况太糟了 到底是否可以独自跳脱 这不舒服的圈子 一旦脱离了 当然日子会很舒服 但不可能完全不去理会 血缘和 殷亲上的过度关心 总觉得跳脱职业的舒适圈 比较简单 想问问两位的意见 嗯 我觉得 你跳脱这个 比如说家庭 或者是糟糕的婚姻 就是 就是跳脱舒适圈 因为有这个 情形上的羁绊 让你觉得 我只能够在这个 枷锁里面 继续生活下去 但我觉得 如果你现在真的是很痛苦 那就算是亲情 或者是婚姻 我觉得 有时候也要为自己着想 当然你可以替人家着想 但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真的非常非常痛苦的话 我觉得也不太值得 那可能对 那些其他的人来说 也不公平吧 因为如果你自己很痛苦 然后 你没办法把完整 完好的自己 产生给别人的话 对你自己 和对别人也都不公平 我觉得 不管是婚姻 或者是 relationships 或你自己的工作 事业上面 我觉得 就是 只要它是toxic environment 你已经做了 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可以尝试 你要做的改变 或调整 然后如果它还是 对你来说 是一个toxic的环境 那你就应该要选择 离开 我觉得离开 我觉得不是对你自己好而已 对你周围 或你跟那些周遭的人也好 因为有一个人 如果你是很不舒服的 我相信你自己 也没有办法 radiate 就是散发出好的能量给周围 就是大家可能也会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 就是真的要 对啊 就是你做你能做的事情 那如果它维持 还是一个非常toxic的环境的话 那就 离开 我觉得有时候是多了一点距离 你反而会去珍惜 你原本拥有的 那 离开了那个toxic environment 之后 说不定你们就有办法复合 或者是再重新连接你们过去的关系 好 下一个留言是 爵爷阿婷 我不想在大学 也是个社畜 Ian Eric 两位好 我还是个学生 我非常喜欢你们的podcast 我也觉得你们做得非常成功 因为你们聊的主题 真的让我开始思考了 所以在这边想问个问题 我同意两位所说的 没有经济独立 就花父母的钱去撞游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不过就我所了解 台湾的科技业 好像不太允许中间空格一年的撞游 因为会被认为没有憧憬 我的教授说他朋友就有这个状况 然后就找不到工作了 所以我在思考是不是大学不冲一波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不知道两位经过职场历练的人觉得如何 现在在思考要不要申请交换学生 要的话就要用大三打个工了 毕竟真的是不太想用父母的钱 但是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我觉得如果你有办法在大学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当然就是听起来 在台湾出社会之后 要做撞游这件事情 尤其是一年那么长的时间 对未来找工作可能有点影响 所以如果你在大学期间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当然可以趁现在 对啊 我觉得也要看你那一年的所谓的撞游 是有没有什么 agenda 或者是一些目标 还是撞游只是去很多地方玩而已 我觉得throughout这个process 你可能有可以帮自己设一些目标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知道自己要学到哪一些skills 可能是新的语言或新的技能 或甚至在一些地方 有没有可能去那边打工 或做一些side projects 我觉得公司啊 在看你一年的这个gap 如果你有办法back it up 你这一年有做了什么东西 你得到了什么资源或成长多少 有办法去解释的话 我是觉得应该是有空间的啦 如果是真的一年这样 所谓的就是真的 跑了很多城市很多国家玩了一圈 然后你的resume上面 或解释就是说 对啊我这一年去出国就是玩了一年 那我觉得真的会可能对公司来讲 会觉得那好像你没有 这一年就是一个暂停的一年的感觉 所以看你自己怎么去包装 然后看有没有帮自己设定一些目标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QA就到这边啊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集的话 也可以到Spotify 或者是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言 然后我们都会 我们每一集都会 就是在后面 抽大家的留言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 拜拜